大批刑警全副武装破门而入 杀得嫌犯措手不及 厕所上到一半直接趴地狼狈招待 灵性嫌犯身为地方脚头 靠着招待远景喝花酒 和一名31岁在三重分局服务的灵性侦查座 成功勾搭联手组成暴力勒索集团 自109年起长达一年的时间 埋伏各大高级汽车旅馆前 专拍名车上进出男女 之后再请内贼灵性远景 帮忙查个资 确认被害人详细身份背景后 只要发现对方有头有脸 车上栽的又不是自己的太太 就会拿照片向对方勒索 否则刊登媒体公诸于众 还会背上合约书 嫌犯挂报证 一次买断绝不二次勒索 初不了解就有10名被害人 得手185万 被害人背景从科技业主管到副总 大医院院长 全都受害 检方讯后认为灵性远警 及其余四名共犯涉嫌重大 遭击押禁件 对此新北警局也回应 该命远警两只大过 即刻停职淘汰 身为执法人员 与地方黑势力勾搭 泄露民众各资 恐吓取材实在离谱 记得王志文范亚桥台北报道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探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